107. 東方日報 次推6分類指數POLO出期貨 2015年7月14日產經 B02增炒數公司推出6個新的業務類別指數 包括內訪、內銀、內地醫療保健、內地石油及天然氣、 資訊科技器材及軟件服務 據悉、市衛料廣交所00388以研究推出分類指數期貨POLO 以去年市場已傳出 廣交所正初步探討推出 以市場最活躍及業滿行業為基礎的分類指數期貨的可行性 包括內訪、資訊科技、賭業等 次公司作宣布 推出業務類別指數系列 當中包括6項指數 除軟件服務指數只有6隻成分股外 其餘的成分股數目均為10隻 以反映相關業務類別中市值最大及流通性最高的股票表現 市場優越潮短暫期公司指出 有關指數是為希望開發指定業務類別衍生工具的發行商而設 按照昨天指數表現來看 增行 見服務指數表現最好 上升5.2% 增查甚女像 石油以及天然氣指數則表現最差 指微升0.54% 市場消息指 為了增加產品多元化 港交所內部爭討論推出分類指數期貨是否可行 以行業股份的成交及市值為指標 研究的機制會提供彈性 如選擇的行業 成交不再活躍或熱潮減兌 機制上可隨時更換其他行業的分類指數期貨 期貨入人士指 港交所多些期貨產品供選擇是好事 但最關注港交所選擇的行業 好似賭業股都炒完 如果市場多造淡 有關期貨交投始終會越來越少 次公司的新業務類別指數並不包括賭業股